董青小姐 從你的眼神當中呢 我又再度的看到了懷疑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有錢啊 硬幣雖然穿過了這個桌子 但是在穿過去那一瞬間呢 你的手是擋住的 我猜你的手掌心呢 一定做了什麼 不可告人的古怪 您心中是這麼認為的 對嗎?請說對 對 是 好的 由於董青小姐心中的懷疑呢 接下來呢 我要做一個更特別的挑戰 我讓硬幣直接穿過這個有機玻璃 而我的手完全不用遮蓋它 各位 眼睜著看著它穿過去 而且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 我讓你指定硬幣從哪個地方穿過去 你指一個點出來 我 這個 中間這裡嗎 對 好 來 我把硬幣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右邊 中間 左邊 你希望哪個硬幣穿過去 中間吧 中間 好 朋友們 不要眨眼睛 不要眨眼睛 這個硬幣 對嗎 對 我 沒有辦法相信我的眼睛 我懷疑 我還沒問呢 你沒有問 但是我知道你會這麼問的請說對的 對 我真的懷疑 其實通常的魔術表演到這邊呢也就結束了 但今天我要多加一段 多加一段之前呢 我要請兩位再度的確認一下 來 我們請攝像師特寫一下 非常堅硬的有機玻璃 跳跳看 堅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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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再次借用一下你的右手 謝謝 你到底有沒有在洗手 好 我把硬幣再次放到你的手上 請你把手呢 放在桌子的下方 大概這個位置 請您維持這個姿勢不要動 太完美了 好的 接下來呢 董青小姐 這個是紙巾 對 我用這個紙巾呢 摩擦這個有機玻璃 像這個樣子 有機玻璃 會發生變化 你知道什麼變化嗎 不知道 會變乾淨 除了變乾淨之外 更重要的是 它會變得有一點柔軟 這個位置 朋友們 今天最後一個表演 接下來 就是見證奇蹟的時刻 進行 去 瓶 好 最多 這個 這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